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我们看一下菩萨像 那这个菩萨像基本上来讲 你可以看到几个更清楚的一些西方的元素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它身上是坦露的 它身上是坦露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它的整个的身体的部分 露出来的身体的部分 它实际上是非常常见的 是一个承认非常见错的一个身躯 那么从它的侧面上来看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它是采取了一只脚直立 一只脚弯曲的这样的一个姿势 那五官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它是身体的高低之外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股权上面还有活虚 那身体的壮健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肌肉的结构 实际上是非常清晰的 而且非常健硕的 那胸前它的那个音乐有两个小人 好像拿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样式 实际上是源自于这个西亚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 类似的一种装饰 它包括了它的耳环的这个样式 也是源自于西亚的部分 所以它的耳环的正面 如果我们看的话 它实际上是两个狮子 这是它的五官跟它的股须的部分 从它的侧面上来看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头发是像 希腊罗马人一样的卷法 一里一里的卷法 这种波动的一种样式 那在它的身上除了音乐之外 它还斜梯的那个是挂着它的小的这个 这个里面放 有时候是放摄影的一些盒子 那么它在脚的部分里面 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穿的是像 希腊罗马人这样子的凉鞋 这个都只有在建国楼的造像里面 这是很典型的一些特征 同时它的下面的衣服质地很厚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衣折 在收尾的地方都有这种尖的 尖角的这些出现 这也是建国楼造像常常见到的一些特征 这是它的侧面 我们可以对于它的衣服的衣折的厚度 还有它的这种写实自然的一些表现看得很清楚 那在建国楼的造像里面 以菩萨像来讲 尼勒是很重要的东西 那么在建国楼的尼勒像里面 通常它手上是一个水平 根据了国经的记载是这个 尼勒菩萨它会出身在一个伯罗门家里 那伯罗门在令独的时候 他们通常都手持水平 因为他们要进行一些仪式的时候 一些宗教仪式的时候 都要用净瓶里面的水来洗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特征 也就变成了勒菩萨很重要的一个表现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其中一个栗子 一样在这件造像上面 它是一样的骨子 手上拿着水平 然后整个身体的肌肉的结构 跟刚刚我们所看到的栗像是一致的 虽然它是一个坐像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它的衣摆的 在它的这个左膝头的部分 左脚左膝盖的那个部分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波浪尖角的这种 一折的出现 它一样是嘴唇上面是有鼻子的 在十三四的收藏里面 我们也有一个尼勒菩萨像 只是它的水平已经残损了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它手拿水平的这个样貌 那整个身体的结构的这种肌理的结构 这种壮瘦的结构 跟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剑佛罗的造像是完全一致的 我说这里已经不存错了 这是它的侧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波浪的这个卷法 然后这个有关的这种 凹夫有致的这种表现 这是它的水平的部分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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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刚刚讲了还有一个墨兔罗 墨兔罗是 因为它是属于中印度 所以我们所看到它所呈现出来的佛像是反映出印度本土人的色 那么 那么在这个佛像上面 首先我们看到它的袈裟 它穿的是右台式的袈裟 也就是它右肩是台路的 那整个身躯的轮廓 那整个身躯的轮廓 刚刚我们已经讲过 它脸部是比较纷圆的 那么 从它的整个身躯的轮廓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它 它的衣服的质地是非常薄的 所以它薄衣贴体 那整个身体的轮廓 轮廓信条是非常明晰的 它的衣质的表现 我们只有在它的手臂 以及它的尖头上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衣质 然后它的身体虽然一样很壮硕 可是我们觉得它的这个壮硕是比较风雨 然后比较饱满 跟健夺罗这种肌肉成块状的结构的那种关系 是大不相同的 以姿势来讲 它的身体的重心是放在两只脚上面 所以是两嘴直立 跟健夺罗一嘴有关 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表现方式 如果我们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大的不同 除了脸部的不同之外 刚刚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比较 就不重复了 我们可以看到 夹萨在健夺罗 我们基本上看到的是空间式的夹萨 但是在默复罗 我们看到的是右毯式的夹萨 那以衣服的质地上来讲 健夺罗的质地是比较厚的 我们可以看到衣服下面身体的结构 但是在默复罗 我们看到的是衣服的质地很薄 可以说是曲线秘密 那么对于一折的处理 健夺罗的写实性比较强 他的一折疏密有致 有跟着身体的结构跟肌理的 就是关系是互相呼应的 那么在默复罗的表现的话 他就是比较一种概念化的一种表现 那么以姿势来讲 一个是两腿直立比较挺直 另外一个是一腿弯曲 姿势是比较自然 那这个就说明了两地造像风格上的一些差异 那这里就可以看到下面的衣文 以默复罗来讲 有的时候他的衣文 也会用英科的线条来表现 所以在对于衣文的处理 还有表现上面 两个地方也是很不一样的走概念 这是他上身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身体的处理上面来讲 默复罗是强调他的肌理的平滑 然后比较饱满风味 那剑佛罗就是比较有肌肉性的 这种快壮的一种结构的观念 那么在头光 就是头光的部分来讲 剑佛罗的头光 基本上来说他都是在头的后面 但是在默复罗 在贵双王朝默复罗的头光 他基本上他头的后面是没有头光 但是他有点像散盖一样 他是放在他的头顶的部分 慢慢的到了极多王朝的时候 他才会跟剑陀罗一样放在他头后面 这也是在头光的表现上面的一些观念上的不同 一个是用散盖的方式 一个是用头光的方式来表现 那么实际上在贵双王朝的时候 我们也已经看到 默复罗跟剑佛罗这个地方 他们的人化是有交集的 因此我们在默复罗的二世纪的这件作品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从他的五官的表现 还有他对于身躯概念的处理 我们都可以看到 他跟原来粉土的默复罗这种 比较回圆平顺的这种线条的一些功能 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所不同的是 他一样吸收了剑佛罗 身穿了空间式的夹杀 但是他一文的处理 他就采取了默复罗 他们本土的这种表现手法 是用了英科的线条 比较做规律式的一种安排 那么脸部的色真 当然还是采取了默复罗 表现的这种圈法 比较圆脸 两家豪满的这种色色 对唇也比较厚实 那么在默复罗的造像里面 通常他会在眉毛的部分 他会用这种独雕的线条 也就是羊肉的线条来表现 那么在这件作品上 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表现手法 那么在这件作品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并有肉绩 但是他基本上是表现了一个替法的形式 所以他并没有表现头发的这种 这个卷法等等一样 基本上是一个替法 然后但是他在手顶的中间 有一个突起的肉绩的表现 所以刚刚在下课的时间里面有 有学员问我说 肉绩跟法绩怎么分 那基本上来讲 我们讲的白话一点 肉绩是活的三十二项好之一 那肉绩的比较 现在的大白话来说 也就是说在他的头顶的中间 他有突出的一块肉绩 那这不是一般人都有的 那么 所以在照相的表现里面 他就会表现出他突出的那一块 那只是因为有的时候 他会在这个 这个头顶的部分 他有头发的表现 所以我们看起来跟法际很像 这时候我们要分辨 佛跟菩萨不同的时候 就看他有没有长法拼接 那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叠定因素了 那这下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一样 他采取了莫图罗两脚直立的方式 他没有这个姿势 还是比较僵直的一种感性手法 这是他的侧面 就看得比较清楚 那基本上他身体的这个人 后线是非常清晰的 同样的在莫图罗的造像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了菩萨像的出现 那这个菩萨因为他手上拿着水瓶 所以我们知道他也是弥勒菩萨 只是呢 这个弥勒菩萨 因为我们知道弥勒菩萨是将来会成佛的 所以他身上也会有一些 所谓三十二相好的一些特征 比如说 他有小的裸法 这个就是属于佛的一个特征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穿着 他身上是一弱 然后下面穿的是一个长裙 然后里面上身是有一个右胎的衣服 那基本上他的从风格的造像来讲 基本上跟佛像是一致的 那么在莫图罗的造像里面 除了佛菩萨之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六书的佛说法图 那么现在我把两件佛说法图放在墓上 在左边的这一件是十三四的一个作品 因为佛说法图在镜头罗的造像里面 全留下来的余率很少 因为十三四的这一件是很难得的一件 那么在这件造像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从他的构图上面来讲 他跟佛像王一件有一件 非常的相似 只是佛像王的这一件 他的内容更加的丰富 这个是他的侧面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说的 从这个剑佛罗的造像里面来讲 我们看起来好像他都应该非常的雄壮 同乎有力 可是你的过程侧面上看 他其实是一个比较佛的一个浮雕面 那么在这里是表现佛说法图 所以在他的两侧 除了祖孙之外 在他的两侧表现的都是 在这里听佛说法的独善获得 甚至于还会有佛的出现 对这个有的是在听法 有的是在做禁的动作 那么在这个 这是两侧的听法的这些人 他们的姿势就灵活得很多 有的甚至于在表现两个 两个听法的人在这里互相对谈的状况 那么在他头顶的部分里面 因为我们的这个项 有一部分的残损 但是我们可以用 Peshire Wall Museum的这件作品来做一个灰测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它的一个结构 在Peshire Wall Museum的这件作品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最下方是表现的应该是 就是这个部分 我们看到的是有两个人拿着一个花管 那在我们的那件作品里面呢 这个花管跟旁边的这个天人是已经残损了 但是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天神 来领进人的画面 基本的结构是类似的 那这是他的祖尊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服装 已经不是穿的是右台式的 不是穿的是空间式的袈裟 他是露出了他的右肩 那但是整个造像上面来讲 他还是采取了这个高低生物佛存 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两家是比较消邪的生物典型的 见头的一个特征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头发 基本上是表现了小流发 那这种在贵双王朝出现小流发的作品比较少 但是到了极多王朝的时候 也就是四到六世纪这个时间 我们可以发现小罗马已经成为 印度佛教造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风格特征 那这个是他的侧面 就可以看到他很高挺的笔脸 那从这个角度上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于一文处理是非常写实而自然的 他有疏密的变化 有的折皱是比较紧密的 有的是比较疏朗的 这种都跟身体的动作是互相输印的 那么在他的 他是坐在一个大连台上 他是坐在一个大连台上说话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他脚部的这个细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 一则的处理的这种写实性是很强的 这说明了建陀罗跟希腊罗马这种写实的 雕刻的密切相关 那在这个细部的两侧 都有一个是手创东拿的花环 那手持花环这样子的一个造型 这样子的一个样子 当然跟印度本土的文化是细细相关的 只是他荣物的造型上面 他采取了比较多的西方颜色 他们在这个像的 他头的旁边 我们可以看到 也就是这个细部 我们可以看到 帝氏天 他手上拿着金刚柱 那但是这个人物很明显的一看 就觉得他像西方式的人物 就说明这个人物 这件造像 他跟希腊罗马之间的关系 那么在他的台座的部分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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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在水里 和这个龙王来听法 还有一些听法的笔上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整个的画面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那么在建佛罗的造像里面 我想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 跟佛传有关的一些故事 比如说白象入胎 释迦蒙尼他出生的时候 他是有白象 他化成白象来投胎 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白象入胎的一个画面 这个就是白象 然后这就是摩耶夫人 从他的又席而入的一个场景 另外我们也知道 到释迦蒙尼出生的时候 他也以一般人不一样 他也是又席而生 这个摩耶夫人 他守国树枝的时候 他从他的又席而生 那由他的天王 由帝氏跟淡天来迎接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他的一个细部 那淡天的部分就是像一个波罗门的一个形象 而帝氏天就是像一个贵族一样的形象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我就不去想讲这些故事 我就让大家先很快的看过 因为我想留一点时间 让大家对于整个的发展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这是他预活的一个画面 所以这是他预成出家的一个画面 所以他下面 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了释迦蒙尼有了人形的出现 因为他整个的造像的形式已经进入了偶像时期 那另外在敬伯伯造像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材就是苦形象 因为我们知道根据的经典记载释迦蒙尼出家以后 还有六年的苦形 在这六年苦形里面 他每天只吃一米一素 这样子的情况 因此他在这个苦形的修炼里面 他不修边活 然后这个专心打坐 也因为吃的很少 所以前冲边后备 所以我们目前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写实的一件作品 表现的就是释迦蒙尼他在六年苦形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上身采怒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血脉空张 因为他非常的销瘦 锁骨 身上的锁骨 以及他胸前的这些血脉都做了表现 甚至因为他没有时间去打理他的文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无需滋长 但是他的眼神是非常坚定的 还有表现他的瞳孔 然后眼神是非常坚毅 表现出他坚毅修法的重新和意义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全部眼光凹陷 然后包含了他的头额的部分里面 都显示出他的血脉筋脉的结构 那么在我们的收藏里面也有这个类似的作品 其实很可惜的我们只有他的头像 但是他基本上只要表现释迦牟尼 他的这种坚毅的特征是一致的 所以头上的血脉的表现 因为他是镜头额的造像 所以他有这个卷法的特征 然后他合姿滋长的样貌 如果我们仔细地再看清楚一点的话 然后发现他一样的表现了 他眼光深陷 但是他也一样的刻画了铜铜铜铜 跟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那件作品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表现了他坚决求法的毅力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降魔尘道 也就是释迦牟尼最后在树下 和父亲树下最后尘道的一个画面 在这个时候 魔王波群有很多带来攻击他 这时候他就用他的手 手触地来招出了帝神 作为他成活的一座见证 所以这种手触能称之为触地印 我想景培上个礼拜可能也已经跟大家 上次已经跟大家介绍过 也就是当他做了这个触地印之后 他不但招出了帝神做他的见证 同时他并没有用任何的武力 而让攻击他的这些魔兵魔将都带导一步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这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他的一个细部 旁边攻击他的这个人物 这边是魔王 旁边有一个拉着他的就是魔王的儿子 其中有一个儿子劝魔王说 你不要去阻挠这个释迦文的成佛 不要去阻挠他的这个修持 这样子的一个劝阻的一个画面 那么他的上面的树也就是他的狂击树 我们所看到的是心情的树也有的 这是他旁边另外一边的这个 这个攻击他的一个画面 那另外在他这个说法 这个成佛以后 他曾经第一次出转法人 他在陆永院这个地方出转法人 祝法人五个弟子 那这五个弟子呢 也就是当年当他这个出家的时候 他的父亲派了五个人 作为他的寺者 一路来招呼他的生活起居的 一个随寺人物 那最后这五个人就被他 第一次在说法的时候 就是说我有土地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中间的释迦牟以手转法人 代表出转法人的意思 那下面有两支 陆 代表了陆永院的这个地方 那旁边有五个比丘 就代表了第一次被他对画的比丘 最后他就进入了涅槃 在他八十岁的时候进入了涅槃 当他涅槃的时候 很多的信众都痛不欲生 那在最下面的这个是虚托法罗 也就是释迦牟最后一支收的弟子 我们看到的是虚托法罗的画面 那上面是一位释迦牟的涅槃 所有的这个百姓啊 或者是众人感到非常难过悲伤的画面 这样子的一个佛传的题材 其实不但在进佛罗出现 在莫库罗里面也有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莫库罗的这个 他就是把释迦牟他生平的五件事迹 有个重要的事迹 他放在一个图标上面来表现 现在我就很快的做一个介绍 那第一段的部分 他表现的是释迦牟的出生 所以摩耶夫人他守住这树 释迦牟从他的右脚而生 下面就是他的第一次的牧密 二人王牧密的一个画面 这是二人王牧密的画面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降魔的部分 所以他把他的摩冰魔匠是放在整个画面的下方 但是释迦牟手作触地印的这个热针是非常明显的 那这是下面攻击他的摩冰魔匠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33天返回人世 我们看到是用象征的手法 而在这里还是已经用了偶像的形式来改变 那这是出转法人的部分 所以他手作一位印代表了说法的意识 下面有法人 这两只鹿已经分化了 但是秘密约约就可以看到他的痕跡 那这里是他下面的部分 这个就是涅槃的部分 然后下面已经分化了 但是上面可以看到大家悲哄逆绝的这个画面 好 关于时间的关系 我想我打安陀罗这一段 我们就很快地跳过 我就不讲了 我们讲后面的齐多王朝的部分 齐多王朝 然后他是在以唐哥流域的这个中下游 他的基地所建立起来的一个王朝 那在整个印度的文化里面 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他是印度古典文化的黄金时代 那我们的中国的高僧马显曾经去那里求法 他去的时候正是积多王朝的一个盛世 他回国的时候他写的这个《国国记》 也就是法显传说 基督王朝的统治者 他是非常的实行人政的这个军队 那么基督王朝他虽然以印度教为国教 但是他对于国教他基本上也是并没有排斥 所以当时印度教跟国教同时都非常的盛行 那当时的有两个动机 一个是陆也月 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到了基督王朝的时候 建佛罗已经不再是整个国教艺术的重镇 他的重要性已经减弱了 而这时候的重镇是陆也月 这个现在我们看到蓝色的部分 就是深蓝浅蓝加上淡蓝的这个部分 全部都是这个基督王朝的一个领域 那么我们现在讲的两个重心 一个是陆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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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的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陆也月 陆也月 陆也月 所以这两个地方 是基督王朝的重镇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基督王朝来说 他和这个 默兔罗 因为他在贵霜王朝就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弹成 那么究竟极多的 默兔罗跟贵霜王朝的默兔罗 在造像风格上面 应该如何的来分析 如何的来区别 我们大概可以把这两个头像放在这里 就可以很清楚了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在 贵霜王朝的默兔罗 他基本上是剃法 他上面有一个大的肉剂 他基本上是做好像细卷法的一个肉剂 但是呢 在这个 基督王朝的默兔罗 他是做小刘法 头发的表现不一样 脸形也不一样 到了这个默兔罗 也就是说到基督王朝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的脸变得比较长 而这个 贵霜王朝的时候 他的脸是比较圆的 那么眼神上面来说呢 基督王朝的眼神 他是眼睛是现实的 也就是古式的一个态度 古式的一个样貌 而这个默兔罗的话 眼睛是眼睛的 所以从整个神运上面来讲 我们觉得 极多的造像艺术 给人一种更加的 内力 更加的宁静 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极多默兔罗的造像 这是默兔罗博物馆的一件造像 那么首先 首先我们 首先我们先看到在服装上的变化 默兔罗在贵霜王朝的造像里面 我们看到的都是坎密右肩的 但是到了极多王朝的时候 他所表现出来的依然是曲线毕露 只是他在整个身体的造型上面 到了极多王朝的时候 他的身形变得更加的修长 对于身体的圆润 还有这个 风雨细腻的这种肌肉的这种表现 显得更加的细腻 那这是他的头部 那他的头装的部分 这时候我们发现 他就变得非常的黄丽 有卷草纹 有莲花纹 有莲珠纹 他变得非常的富丽 富丽而堂皇 那么整个的嘴唇的部分来讲 承洗了对创王朝的一个余序 他依然是比较厚的 但是整个神韵上面来说 还有包含了他脸部经营的这些表现 他要处理的维系的变化 他处理的更加的卓越 那么伊文的表现呢 我们这时候看到他处理的一些其他 伊文非常的繁固 那都是用这个 护起来的细的羊歌的线条 来表现得非常的繁密 那么好像曹衣珠水 贴在身上的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这里面会看到他的伊文的处理的方式 里面穿了一个内裙 然后外面外照了一个袈裟 那膝盖的部分呢 这时候他是微微的弯曲 他不像在贵窗王朝的时候 是两只脚直立 那么在极度王朝的时候 莫陀罗的造像 那膝盖是略微的有点弯曲 但是他这弯曲的弧度 又不像剑陀罗这么明显 这里面从侧面上 我们就是约约的看到 他略弯的这种样貌 那这就是我们把这两件作品做一个比较 那我想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些特征 对于莫陀罗造像的特征 已经能够有一个分分的把握 那么除了莫陀罗之外 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个中心 是陆眼院 对于莫陀眼院来说 正体上来讲 他比如说他的头光和装饰 跟这个极度王朝的莫陀罗一样 他是非常华丽的 然后上面有很多的卷草人 这些都是一样的 那以服装上来讲 他也穿的是空间式的家裳 但是很不一样的是 在陆眼院的造像里面 他没有什么表现 大家看一下 他跟刚刚的那件作品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不同 他缺乏了什么 缺乏了衣纹 看上去好像赤身裸体 但是只有在他的领口 然后他的袖口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的衣纹 那其他的部分里面 我们都看不到衣纹 那么这个就是陆眼院的一个特色 那有的学者指出 很可能陆眼院这个地方 他的衣纹是用绘画的方式来表现的 而在这个墨陀罗这个地方 他就是用雕刻的形式来表现的 那么从整个脸型上面来讲 我们会发现陆眼院的脸 它是比较圆的 它是比较圆的 不像那个 确定很宁静的 那么他的膝盖也是微微的有所弯曲 对于整个身体的肌理的诠释 那种柔软的感觉 他表现的是非常细腻的 那么在陆眼院的作品里面 最有名的应该就是这件出魂法莲像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所讲的特征 在这件项目都完全地呈现出来 不管是华丽的头光 没有衣纹的表现 然后非常沉浸而内敛的神情 脸的双颊是比较公余的 整个四肢是比较纤细的 这些都是属于鹿野园照相的特质 那么在他的台座的部分里面 我们又再度地看到了有两支鹿跟一个法轮 那也就是说明这是鹿野园这个地方出转法轮的题材 那么在下面的这些人物里面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五个比丘跟一个共养人的形式 就说明他跟出转法轮这个题材相关的内容 那我们把这个鹿野园跟莫图罗这两个头像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感觉到在区域风格上面 虽然都是基督王朝的作品 他们一样的表现出比较内敛比较含蓄的这种神韵 但是在整个典型的造型 以及他的五官的处理上面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在莫图罗的造像里面 他会在眉毛还有在眼睛的轮廓 以及嘴唇的轮廓的部分里面 他都会用杨克的线条来勾勒 但是这样子的表现手法 我们是在鹿野园是找得到的 那整个来说 鹿野园的神情要变得更加的宁静 更加的静静 那在这时候 我们看到了观音菩萨像的出现 那这时候这个观音的话 他虽然两手隐藏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他的头的旁边有一个莲花 说明他是手持莲花的莲花手菩萨 而且头冠中间有一个作佛 那么在整个造像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他一样的是表现出身体的柔软的感觉 同时他没有表现衣文 所以这件作品 这件菩萨像应该是鹿野园的作品 同时在鹿野园的造像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佛传图的题材 那么在佛传图里面 这里是一个碑 那么在这个碑里面 最下方的他表现的是释迦牟尼国 他的这个有好几个题材 第一个是白象露台 所以我们看到上面有有点弱 但是上面有一只象 他的母亲躺在床上 然后接着在整个画面的右侧 我们看到的是树下诞生 那么中间所站的这个活 是代表了龙王密活这样几个方面 那么在上面接着来讲 就是他遇成出家 所以他骑在马上面 然后他割头法是代表了他自我替补 最后呢 他就在树下这个禅帝 那么在这个上面 因为他手做这个处定印 所以他应该是什么题材 降魔 那在降魔的这个旁边是什么题材 出转法轮 因为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了路跟一个这个轮印 另外我们在看到的在基督王朝的时候 初转法轮的时候 在贵双王朝的初转法轮 活通常是用失误卫印 就是手掌向外的这个手印来代表说法的意思 但是呢在基督王朝的时候就出现了转法轮 也就是一只手指是做成了圆圈 另外一只手的手指是触动了这只圆圈 圆圈的这只手代表了法轮 触动这个圆圈代表了转动的意思 也就代表这个手印叫做转法轮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基本上来说到了基督王朝的晚期 甚至于基督王灭了以后 我们称作为后子多时期 那它的影响都还是很深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例子就是 基本上是一个金铃的作品 但是它的从它的衣着的表现 所谓薄衣贴体曲线毕露这样子的一些表现 然后衣纹是做了比较规律性的这种U字形线条的布牌 然后头发是有小罗马纹这样子的表现 基本上都跟是继承了基督王朝的这个艺术传统 这个下面领度可以看到是说它的腿的基本的结构 跟刚刚我们所看到的基督王朝的造像 是可以一脉相成的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帕拉的时期 帕拉基本上来讲是8到12世纪 那么对于它的翻译的话 有很多不同的翻译 有的在大陆的学者比较常用的叫做托洛王朝 那它主要是在印度东北部的一个重要的王朝 其实它涵盖的是印度的北部的一个地区 那这时候它的信仰除了大臣国教之外 密教也很兴盛 实际上很多西藏的早期去西藏传法的密教高僧 都是卡拉王朝从这个拿兰达这些地方过去的高僧 那么而且当时它的国教非常的兴盛 它和东南亚 西藏 东南亚的三佛旗 也就是Sriberjaya这些地方 东南亚的 东南半岛的这些国家 以及西藏 还有阿拉伯都有维持很好的关系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它的国教医术 深绿色的这块 另外就是属于哈拉王朝他的同志弹务 那么尤其是在东北印度的这个地区里面 是它的整个佛教文化的重要东西 也就是纳兰达 还有比哈拉这个地区 旁边的这件金铜像是134的收藏 那么这件造像是帕拉王朝大概是九世纪的一件作品 那我们把这件作品和基督王朝的作品并比排列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其实它延续了很多基督王朝的特征 第一个 它虽然服装不太一样 在基督王朝我们看到的是空间式的江沙 但是在哈拉王朝我们看到的是右台式的江沙 但是呢 大致上在身体上面它的曲线秘密 然后它的这个一只脚微微的弯曲 那以及身体上的部分基本上它没有表现它的衣纹 这些特征基本上都跟这个极多的艺术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细部 这是两个细部 那头上也都是小德罗法文 它的肉绩也不是非常的空写 但是仔细地比较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是说 虽然两件作品它的眼睛都是不是的 那么下嘴唇也是比较厚 但是整体上面来看 我们会觉得到了哈拉王朝的时候 整个五官的线条它变得比较硬 在这个极多王朝的线条是比较柔缓 但是到了哈拉王朝的时候会比较硬 那如果我们从它的侧面来看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鼻子的部分 到了哈拉王朝的鼻子 它实际上更有点常常会带像有因勾名一样的样子 那在也就是说它的鼻尖 鼻尖是比较紧硬而且略带勾形 所以这样子是一个很典型的哈拉王朝的一个特色 那么在哈拉的照相里面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从它的正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所谓的阴沟的东西 也就是说它的鼻梁的这个梁柱的这个部分 能变得比较长然后比较内勾 那么它在下半身的时候就跟这个路远院的照相一样 它基本上没有医文的表现 它只有在最后的这个一百个部分有一些医者的处理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但是仔细的来看 我们就会觉得说到了哈拉王朝 它的处理方式不像极多王朝这么细腻 所以我们可以看它的大腿的地方 我们觉得它大腿的地方写实性比较差一点 它变得比较蓬松 整个修长的那个肌理的这些变化 比如说它膝盖微微地突出这些细微的变化 到了哈拉王朝处理的时候 它的手法就变得比较紧热 但是在哈拉的金红照相里面 尤其是麦兰佛这个地区的金红照相里面 我们常常会看到它的背顶 它在背顶的地方 它会有这种用焊固的方式去把一些装饰的图案加在上面 所以我们从背后看就可以看到它这些焊接的这些痕迹 但是从正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所谓的莲花 有一些风式的图案 那这个是属于哈拉王朝的照相里面 比较常见的一种装饰手法 那么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手作处定印的 当然它就是释迦牟尼佛 同样的它的功德很明显的是受到了基督王朝 乌尔院的影响 它一样没有表现异闻 整个身体的节奏的关系也是很类似的 只是整体来讲它的线条不像吉伯王朝的线条 是很柔软 它线条变得比较易明显 这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像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所有的这些机理的变化 它的变化是很有层次的 那这边的手法就变得比较直率 比较直接 对于那些细度的变化 还处理得比较粗帅一些 但是整体上面来讲很明显的 它还是受到了极多的影响 这也是一个佛传图的故事 在极多艺术里面佛传图的表现 又有一些新的语会 它会把中间它会放的是霞摩城道 然后它把七个跟西加弥陀生平有关的重要题材 它能够放在它的四周 那么我们可以紧快地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题材 这是什么题材 这是什么题材 出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没有看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角度 所以这里看到的是摩耶夫人 只要他一只脚轮轮的弯曲手往上踩 这里有一个小活的出现 所以这就是降生的意思 这个是祥祖大象 上面的手作转法文秘 那这个有一点 这个就是出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这个小活 然后下面是代表的雾布莲花 所以它有七个 这个六个圆圈代表了这个雾布莲花的意思 那么在上面我们看到了两个说法图 那么其中有一个是出转法文 你们觉得是哪一个 左边的还是这边的 这个还是这个 对应该是右边的 对应该是右边的 因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只路跟法文的意思 那这个呢 实际上是他在 释迦牟在大社会国 他这个大神变 他使用神通的一个画面 这个情节 我们今天在演讲里面 对面有去介绍他的内容 那最上面的当然就是内海 那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他33天返回人世 所以这时候已经变成了一种很抽象的一种概念式的表现了 他把很多的情节 故事性的情节 因为空间的关系 他把故事性的情节都很省略了 那最下面他表现的是灵活现命的这个场景 这个是我们收藏中间的一件作品 那么在我们13世的收藏里面 我们这件照相呢 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当我们在讲佛跟菩萨的差异的时候 我们会说 以佛来说 他是没有戴装饰服 他穿的是加沙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说的是 他是释迦牟衣服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他有戴头冠 他也有装饰服 那这个应该跟当时在菩提加液流传的一些故事传说有关系 因为当时有一个菩提瑞像的传说就是大家要为释迦牟衣造像 最后他们就有一个佛罗门说他可以为释迦牟衣造像 但是他有一个要求 他就说 我进了这个寺院以后去照相 以后你们都不准开门 到了六个月以后 你们再开门 然后这个像就会完成 那大家就觉得说这个人进去以后怎么也从来不出来 也不吃饭 好像大家就心里非常的坦涩 然后到六个月还不到还差三天的时候 大家就忍不住了 就去开门 开门以后他发现里面根本没有人 但是这个像快要完成 还没有完成 于是乎大家就在这个像上面去 譬如说他的头部还缺了一点 所以就给他戴上了头盖 然后手部还缺了 这个胸部有一些地方 他还装饰并没有 就是还没有完全的磕缴完成 所以他们就给他放上了装饰 那所以这样子这个像就称为菩提瑞像 成为菩提加业这个地方的圣像 于是乎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这个像里面 他是有戴头冠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他没有长法之间 他依然是罗法 所以他要代表的就是 他还是一个佛 那他这些装饰品就是因为传说的故事 他像还没有造成 所以大家去用了一些装饰品 去把它装饰雕刻为尽善尽美的地方 做一些修饰所做的一些做法 那么这个造像 大家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所讲的 整个造像的风格 它是属于比较硬的 然后线条的表现上面是比较出重的 这些特征 在表现的基礼的细部上面来讲 他没有那么讲究 这些都跟哈拉王朝的造像艺术 是可以互相呼应的 只是在这个造像里面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 在他的手跟他的脚的部分里面 有赏龙的出现 我想这样吧 因为后面的这个段落有点复杂 而且我们的藏品里面 跟密教的藏品比较少 我先问 讲到现在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我就很快的把密教的发展 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但是最多的十分钟 我们的密教 如果我们在说佛教的发展里面 最多的一个阶段 我们在印度的时候是密教 但是以密教的发展来讲 它又不是一下子 一下子就发展成熟 密教的发展也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最早期的时候 我们称之为早期密教 基本上来讲 我们就称为它的经典的种类 我们称之为杂密 所谓杂密 也就是它念咒语 然后它在很多的在做法事 其中是很多是注重在做法事的部分里面 求一些现实的利益 这些这样子的经典 这样子的密教 我们称之为早期密教 然后到了中期密教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杂密的系统 这时候最重要的密教的两部经典 以这两部经的系统为主 一个是大日经 它也就是讲的开藏界的这个系统 另外一个是金刚鼎经 也就是金刚界的这个系统 那它所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有体系的国教 什么叫有体系 待会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从作品上面讲 可能就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么最后呢 最后的一个发展 也就是往期密教 也就是这时候我们称作为 无上年节的密教 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藏的密教 基本上是属于晚期密教 那么以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来说 也影响到早期密教的造像 中期密教的造像 和晚期密教的造像 它的这个题材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现在很简单的说明一下 那早期密教的发展的话 大概是从六世纪到八世纪 实际上它涵盖的区域 从印度也它传到了中国韩国 日本东南亚 那中期密教是从七世纪到九世纪的话 是在印度、中国和韩国流传 从八世纪到十世纪呢 斯利兰卡命名西藏和日本 西藏和日本到现在来讲 都还是有中期密教的内容 那但是西藏的密教实际上 它是包含了这个金刚界的密教 也就是还有晚期的无上欲解的密教 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我们先来看一下作品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件造像 就是属于密教的一件造像 请问你们觉得这件造像 跟刚刚我们所看到的观音 它也是观音菩萨像 它跟前面我们所看到的观音有什么不同 它有很多支手 然后 所以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到 密教的造像跟写教的造像 最大的不同 写教的造像就是你人化 就跟我们人的造型是一样 一个头两个手 那可是在密教里面 它会出现多头多手的形象 那以持户上来讲 那这件观音像 它基本上来说 它还是属于 这个 它并没有拿上兵器 那有的时候 在密教的造像里面 它还会手拿兵器 那待会我们会 以一些例子来说明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的 它跟观音是一样的 它头上依然有阿弥陀佛 但是它手 它就出现了十二度 它手上的植物 除了我们常见的莲花 跟水瓶之外 我们还会看到 它有拿 宝珠啊 念珠啊 还有基索啊 这些基索就是绳索的意思 那最主要的是 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 在它的下方 出现了两个 女性的邪寺人物 因为我们在早期看到的 这个造像里面 很少看到女像的菩萨 但是在密教出来以后 我们会看到女像的菩萨 那这两个邪寺人物 在一方面 它可以说是主尊的邪寺 再方面 有些经典也说 这些人物是主尊的配偶 所以也就变成了说说 它会有它自己的一个家族脉络 一个家族的一个脉系 这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 杜尼 杜尼就是观音菩萨的女卷 也就是他的妻室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手上的植物 他依然拿着这个莲花 但是他是作为一个女像的形式 他双女中圆 来说明他的一个女像的特征 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女像菩萨的出现也是密教图像里面很重要的 跟写教图像很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他的下半身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最主要要在这里说明的是 这时候所有的造像 他在细密度的表现上面 就跟极多王朝来比 相形之下就变得比较帅直 然后比较瑞丽 比较简化 那么在密教图像里面 这件造像是非常精彩的一件 目前是保存在布达拉宫里面 在西藏保存了一些早期 就是西藏保存了一些哈拉王朝 很精美的一些造像 这些当然都跟十一十二世纪 有大量的印度的高僧到西藏去的观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密室 就是一件保存在西藏的密室 为什么我们可以说他是保存在西藏 因为除了他现在是在布达拉宫之外 还可以看到一些在西藏的虫妆上面 常常使用的一些手法 他会在他的脸部的地方脱筋 他的头发的部分 他会用蓝色来涂染 这些都是西藏在重装佛像的时候 他们常常会使用的一个例子 但是这件造像基本上来讲 他除了表面的这个图巾 以及头发的这些图栏之外 基本上是保存了很典型的哈拉王朝的造像 尤其是在金能造像的工艺上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的装饰是非常华丽的 那么他除了他装了很多的绿松石 而且他身上的这些天衣上面 他都有很精美的图案 那么在这些装饰的图案里面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头上 刚刚我讲的头上的蓝色以及脸上的图巾 这个是藏民所做的 但是其他的部分都保存了他原来印度的原貌 那么他身上的造像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很多的图案 它是用倩银或者是倩红铜的方式来表现 方式是非常仔细而华丽的 这里大家看的会比较清楚 这个是红铜 这个是银 然后整个的造像 他一样身躯是 身躯这时候有一些摆动的所谓S型 他头微微的黑一点 然后身体有这种S型动态的表现 那么在印度的造像里面 在所谓的蠢蜜的造像 我们刚刚说是有体系的 有体系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可以用这个五方佛来说明 那么这个五方佛 它基本上代表的中间的这一尊式 中间是大日如来 东边的是阿处佛 南边的是保身如来 西边的是阿敏婆婆 这个北边的是不通臣就如来 那么虽然说我们现在看起来他们的样子 他的造像风格都是很一致的 但是他的手印跟台座上的一些细部的表现是不同的 可以区分他们不同的身份跟特征 现在我们来看的是阿处佛的这个部分 这时候阿处佛我们可以看到他手也是做的触地印 那我们会说既然他手做触地印 我们怎么知道说他叫阿处佛 而不是阿弥陀佛呢 因为他台座上面有一个特征 大家有没有看到他台座上面 他实际上是坐在大象座上 这里有他的坐称 阿处佛的坐称 阿处佛的坐称是像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像的出现 那么保身如来 他手做的是与愿印 那么在他的台座的部分呢 我们就看到了他的坐称是吗 阿弥陀佛他手做的谈定印 那他的坐称是红雀 所以在他的台座的部分里面 我们就看到了很确的出现 不公成就 他手做无畏印 那他的坐称也就是他的车子 坐称就是他所做的那个动物 他的坐称是金翅 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人形渺身的金翅 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人形渺身的金翅 那中央的是大日如来 大日如来他手中他的手势 是叫做治全意 也就是一只手指直立 另外五个手指抱着这个直立的时候 五个手指每一个手指代表了一种智对 五智合一就是智全意 大日如来的意思 那这五智是什么智呢 我们待会就说说明 那他的坐称是施子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施子 所以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大致上就是 为什么我们说他是有一个有体系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 大日如来在金刚界里面 他分成了五个部族 大日如来代表了佛部 也就是如来部 阿祝国代表了金刚部 宝生国代表了宝部 阿弥陀佛国代表了莲花部 不光成就代表了结膜部 然后他们分出了不同的部方位 那同时如果是绘画来讲 他们的颜色 身上的颜色也是有不同 那他们的手印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手印是有差别的 他的坐称也有不同 那三位爷也就是代表他的象征的体外 象征的这个法器 他也是用不同的法器来代表 那他们分别代表 大日如来就代表了法界体性制 那阿祝国代表了大元性制 宝生国代表了平等性制 阿弥陀佛代表了妙观察制 悟空成就国代表了情所作制 那当我们能够达到了这些智慧的时候 我们就集身成果 那人人皆可成果 所以异教其实跟弦教的基本观念是一样 但是他所表现的语惠 从他的经文里面 或者是说从他的造像里面 他所表现的语惠有所不同 那我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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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